在全球人权治理的机制方面 西方发达国家目前居于主导地位 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并没有得到合比例的表达 这使得全球人权治理未能充分体现自由平等的民主要求 反而成为压制少数的工具 构建人类民共同体要求国际关系民主化 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 都应该有平等的机会和权利参与决策 主权和尊严应该得到同等的尊重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应该在全球人权治理机制中 享有公平的代表比例和平等的发言机会 以均衡民主来限制强国霸权 构建人类民运共同体 要求全球人权治理机制 应当以客观公正建设性来取代政治化选择性和双重标准 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 不能将人权作为某些国家实现地缘战略的工具 在全球人权治理方式方面 一些国家出于政治目的 利用在联合国人权机构中的主导地位和自身的霸存优势 大搞点名羞辱 单方面制裁 使全球人权治理的舞台 异化为各国政治角力的战场 构建人类民运共同体 要求联合国人权机制 应当成为各国相互学习和借鉴的平台 更多倾听对话和合作 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 以协商化解分歧 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我们应当认清人权发展的正道 顺应历史的趋势 加强团结合作 共促人权发展 使各国人民真正得享 各享人权